你觉得我一直爱着你 我也觉得 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你去接受我真的很难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去生活 有多么不容易吗 太阳 我真的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照顾你和孩子 好不好 你可知道你是我 生命的所有 可知道只有你 让我一生守候 当你无知的时候 当你下哭泣的时候 我会永远陪伴 所有 不关你到底为何 总在作逼我 不关你 宝贝不哭啊 姥姥在哪 又看了这孩子 怎么了这是 给奶都不喝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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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看 这孩子怎么了 一直在哭 还哭着呢 我看看来 这脸怎么这么红啊 会是发烧了吧 是吗 我试试 我天哪 还真的发烧了 那可怎么办呀 去医院吧 赶紧给丫丫打电话 我收拾一下东西 你别着急啊 宝贝 天哪 喂 丫丫 孩子发烧了 什么 好 我马上就过来 去医院 何语妻走了是不是啊 她可能出去 我还以为她走了呢 你说啊 我这混的 好像被儿媳妇 赶出去一样的 像花嘛 不过呢 这两天我在外头想得 非常非常地清楚 我不管你们之间 有任何不可告人之事 都与我无关 这个家是我的耶 凭什么 我出去 让个外人进来住 对吧 对啊 你这样想不挺好的吗 还有 请你转告何语妻小姐 我回来 并不代表我承认她 而我是要守卫这个家 守护我的这个儿子 这就是我薛多娜 做人的风格 还在想冒丫丫 也许出卖了你 也许出卖了你 我们 experimental也许出卖了 adverseled 鸪丫丫都在里头就做了 好容易上班了 孩子还病 孩子病 什么时候 就刚才啊 鸭鸭放着电话就被医院去了 我话多了 别往心里去啊 就在那边 干啥 看着你进去 我去找你去啊 保持人 没事没事啊 老公 我们在医院呢 白子生病了 你怎么那么笨呀 你赶紧给向归打电话 这也是他跟压压和的机会啊 那我知道了啊 我认识我认识这个颜色 就像黄色的 这个 好吗 不好意思 孩子发烧在医院呢 在哪个医院 好 我买客户了 宝贝 来 看看 宝贝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宝贝 没事 你妈妈来了 没事啊 你别着急 大夫说了 就是寻常的小儿热 很快就会退的 好 我现在好后悔 当初 是不是不应该那么任性 把她生下来 看到她生病的样子 我好难受 你看 你看 我说什么来的 后悔了吧 当时我就坚决反对 你把这孩子生下来 可你就是不听 现在后悔了吧 你怎么样了 你来干什么呀 小点 什么鬼子吓哭呢 你这个叛徒 都是你干的好事吧 我这大人 你臭死你 我听说孩子生病了 我挺担心她的 这里不欢迎你 走吧 我有权利来看孩子 这里真的不欢迎你 你快走 听见了吧 这里真的不欢迎你 走走走 快走 妈 鸭鸭 你们俩怎么这样啊 再怎么说 人家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来看看孩子能怎么着啊 你看她那样 那是真担心孩子 这不是关心吗 猫 鸭鸭 这是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处理吧 我老了 我真的心里焦脆 我跟你操不了这行 我走了 妈 小慧看你的了 孩子你也看完了 走吧 不然我妈回来 又要闹别扭了 鸭鸭 爸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让我留下来 照顾孩子和你行不行 我知道我以前 做过很多错的事情 我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弥补以前的过错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想起你和孩子来 我有多难过吗 鸭鸭 不要逼我 我知道 无论我多么难以接受 我都没有办法不承认 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也知道 我没有权力阻挡你去爱孩子 因为孩子也需要爸爸 可是我 我真的没有人做了 我都没有赶好 我只能让你做 我自己拥有 你自己拥有 好不好 當你笑哭泣的時候 我會永遠陪伴 所有 不管你到底為何 總在躲避我 不管你永遠想我 是否還愛我 我會在那個時候 為我的角落 默默地守護我 如果你會想起我 唱給你的承諾 如果你成功內容 需要一個擁抱 我會在那個時候 為我的角落 永遠多多太久